其实他说那句话其实挺感人的 他说这两只手交叉着 其实这一点来说 让我们在你幽默的同时 感受到你内心还是有一份虔诚 其实这上面有一段经历 我觉得有必要说一下 他初中的时候 这个成绩不错 高中的时候考入了重点班 但他不喜欢这个班级的那种重点班的氛围 所以他又故意地考诧进了普通班 但虽然在普通班 但他的成绩却碾压重点班的同学 但是为什么大学只读了一个大专呢 因为高考前一天他提前狂欢 通宵玩电脑 结果考数学的时候 他睡着了 你说说这一段好吗 我被那个宿舍里面的人 就是那个情绪受感染了 然后一堆人就一起拥到一个玩法 就是那些人是庆祝高考一定会失败 对 你是庆祝高考一定会考好 我只要正常发挥 我不是这个水平 是啊 那你狂观啥呢 就是他是一个在生活在这个优乐当中的时候 他乐不思数 出了事的时候 他想起我们来了 没工作了 想起我们来了 要结婚了 要养孩子了 想起我们来了 我们非你莫属总是在事实的时候出现 对不对 对 对对 是吧 好 那么今天你来面试的是销售和业务相关 其实看你的简历当中 你以前在金融公司做业务员 业绩也还不错 对不对 对 所以他是很少的残障人士就奔着销售和业务来的 很少 你跟大家说一下 你在金融公司业绩排前三是怎么排到的 我就跟那些夫妻店小店里面的人 我主要去维护那些老板 然后维护好了之后我就有 怎么维护 平时去找他吹牛啊聊天啊 那比如说叶子龙跟爱玲是夫妻 两小店铺啊 做电动车销售的 来你吹个牛 来维护一下关系 我看你平时怎么吹牛的 我是做那个电动车分期的 你这边如果有需要 就是有客户需要做电动车分期 然后你可以打电话给我 你可以增加你自己的销量 比如说有的人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买这个电动车 你可以让他办我们公司的产品 然后利息也特别低 办完了之后 你的电动车 然后会就让他推走 然后钱的话是由我们公司打给你 你在干嘛呀 你的招呼都不打 你可说了一遍 你这可不像前三的人 销售考核环节的表现的话 我觉得自己表现得特别差 因为上台有点紧张 然后也没 之前也没有想过具体要用 用哪种方式来展现自己的销售技巧 我问一个具体问题 你最多维护的客户有多少家 有两百多家大小商户 以前市场好做的时候 基本上每一家一去就成 现在呢 现在 现在 你签合作协计的话 也成 但是成交率不是那么高 OK 那好 我问最后一个问题 你觉得你能够成功地 把这个产品卖给商家 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 我只针对夫妻店 小的店 别人都是往大的那种系统店 连锁店里面走 你为什么要专找夫妻店 好维护 为什么好维护 因为只要有亲和力 然后你通过力高了 他就每次都叫你 不会再叫其他人 你的意思是说夫妻店比较稳定 对 像他这样关系型的 你混得越深到了一二线 完全不适合 而且会让人反感 其实这样子的 我先讲一下 我特别能理解唐龙 他目前的这种状况 其实有很多一部分 可能从一些贫困地方出来的人 他的所谓的 因为他不知道 什么是专业的销售 或者是什么是好的销售 因为他们在可能 那个相对闭塞的环境当中 他们认为的销售 可能就是所谓的关系网 我关系好 就是可能就通过打关系 来产生销售 他们可能认为那是销售 我之前其实 接受到的专业的培训不多 只有公司入职培训 也只是教会了流程 然后客户就泛养了 然后客户是我们自己去找 商户是我自己去找 好 那你今天最想去哪家企业 为什么 这个想过吗 还没有 你也没想 所以唐龙你看 你还在找外界的理由 说公司没有给你培训 你又没有发现 你自己内省不够 就是你过来 只让我们看到了 完事不公和随遇而安 对吧 你跑那么远 从那个地方来到这里 其实有一个非常广阔的舞台 和大力的大把的机会 但是你没有去做一丁点的准备 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实际它的准备并不是特别的充分 因为在下面我确实提醒他 他在谈起自己前面的工作的时候 他那个自信 他是有光芒的 有自信心的 他一个月能 在当地挣到将近一万或一万块钱 他挺自豪的 但是我就讲过说 你要把你自己的工作能力 你怎么挣到这一万的 你要跟企业家去做一个沟通 你看 上了场以后说不出来 如果要是他有备而来 他今天的表现会更好 从现在开始 赶紧适应这个舞台好不好 行不行 行 来 第一轮选择去后来 还有球战 还有球战